手机门号召怀疑从事诈骗活动 就这样突然被停化 让当事人真的是气炸了 南投有位从事业务的陈先生 日前突然收到了停化简讯 寸而不已立刻找警方求证 但是警方跟他说基于侦查不公开 没有办法透露太多 而让他更火大的事 几天之后连女儿的手机号码也被停用 陈先生就质疑台湾警方是不是都未审先派 而这几天没有电话也没有办法做生意 损失又该找谁来索赔 陈先生语气无奈 因为有人到165检举 说他的手机门号是诈骗电话 害他被无预警停化 绑手绑脚满头问号 陈先生表示7月4号收到停化简讯 内容提到配合政府机关来函 所以停化想知道细节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再往下追警政署告知他 门号涉嫌刑事案件 基于侦查不公开无法透露更多 但可以申请附化 只是流程都还没跑完 隔天傍晚赫然发现用自己名义 帮女儿申请的门号也突然停了 甚至没接到通知怒火中烧 有远警私下推论 按照作业流程 应该是有多位被害人检举遭该门号诈骗 所以才会被停化 只是陈先生不满一个小业务被当诈骗 门号到现在也还没附化 执疑台湾警察是不是都未审先判 最近的损失又该找谁逃 记者曾若晨 两头报道